来这发户 我们那个婆婆那个电机房都不用了 就婆婆自己人会都不用发户了 都来这发 市场你们喜欢的市场 我们最近现在就被麻辣香锅给勾出了 亲老板也不行了 天天点麻辣香锅 这咋跟那天的不一样呢 那家慢 那家快 那个给花卷 这个给大饼饭 哎呀不行了 还是吃点香锅得了 咋这 好想回国 而且那个宏大那个 真好吃 不一样 这不一样 这麻辣香锅吃完了 一言难尽 他们还在这边忙 海燕也来了 这是什么 我的好吃的怎么跑这来了 这不是我的好吃的吗 怎么跑这来了 又吃啥呢 咋那么能吃呢 购一个 哈哈哈哈 你是真能吃葡萄干 哎我不要这么多不要这么多 到你那也吃 我不要这么多 咋跟我 跟咱们直播那个一样呢 超多的 但我就可贵了 还是明姐你直播接的划算 必须的 哈哈哈哈 先接过打广告 你是 已经好几天没去接我的了 这两天都是我婆婆去接的 因为店里正好离学校很近嘛 然后她放学太早了 今年正好金老二还毕业了 她金老二下周开始就去那个 我们小区里的幼儿园上学了 就不用去那个 以前那个学校了 其实还有一点不舍的 然后是她幼儿园毕业了 明天下周 下周就可以转学了 去幼儿园学校了 然后老大 每天早上走之前 因为好几天没急了 老大走之前就跟我说 妈妈 你今天放学来接我呗 她就说好 每次都答应人家 然后其实每天都是想着去接她 就是没事都来点突发事件 就把这个 接她的事给弄到后边去了 我觉得真的 当父母都不能随便答应孩子 做什么什么事 一旦答应了 然后没做到 觉得心里挺不舒服的 她估计也心里也不舒服 她每次放学的时候 就想看到我和她爸 但是这两天可能都没看到 然后每天晚上回家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哎呀 那个回来又亲又抱的 说妈妈明天来接我 明天来接我 下次我 不答 下次尽量不答应她 一答应她 我去接不了她 我还行 我也挺难受 今天我就是没有车 要不我早走了 行打车 但是我又不能打车 然后明天我的车下来了 是吧 对 那你开奔驰吧 我不敢开太大了 啊 哎呀妈 那你就给我买的啊 各位啊 啊 你不敢开啊 主要是 那早知道 你先叫那个 爸爸说 阿姨要开那个车呢 把我车给那个阿姨啊 啊 阿姨是 那个 动物院的那个 现在的代表 妈亲 亲家 对 爸爸把这个医院给她了 给她了 我公公有一个 明天来给你讲 公公有一个动物宠物医院 然后现在把我车给这个阿姨开 这爸爸 你爸爸是不是要得去找爸爸去谈谈谈去了 啊 啥都给人家 别别 傻了吧唧的老了老了的啊 车给人家开也得了 别给人家呢 你卖了 卖了不是钱呢 给您开了 哎呦 天天 就不应该告诉爸爸 我 我们买奔驰了 他又 他又没花钱 干啥把车拿走 给他 给他阿姨开 天天 臭人 好像是把那个宠物医院给人家了 你说 啊 下次给你们讲 公公有一个宠物医院 估计也给人家那个女的了 啊 气死了 坐着喝水吧 没饶了 哎呀 一会赶紧回家 又被我发现大秘密了啊 刚才你们听到了吧 就是公公有一个宠物医院 特别大 我没去过 但是啊 他好像是那个头 就是前两年投资的 然后呃 本来当初是说 我们想 我们摆这个车之后 把我这个小车 我这车不是很小吗 把我这个小妻啊 然后给他这个医院的职员们开 因为出去可能需要办事啥的 然后他们可能需要 然后我就说 把这个车给他们医院 然后刚才我老公一下说露嘴了 说给这个阿姨开 我要是不 我要是不去套他话 他是老的是能瞒着 我觉得啊 然后给这个阿姨开 然后说 好像是这个阿姨 现在是个医院代表理事 就是寄给他开工资 然后还得给他生活费 这样是 因为他不是伺候公公吗 是吧 哇塞 哎呀我又上了那股劲了 有点不服气的啊 这家伙子 又给这女车 又给这女医院 又给整新房子的啊 哎呦我妈呀 真来劲了啊 这虽然公公对我挺好 但是哈 就是上来这个时候的 我凡是我是这样啊 我不管别人啊 可能别人不是这样的 就是一觉自己公公 把这些东西都给别人的 我还啥没捞着呢 是吧 确实 他自己挣钱 够啥关系 对吧 但是 肥水不是用外人填 总想着 哎呀 不说了吧 哎 我觉得吧 如果不是我换做别人的话 就是说大家 如果说咱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人的公共 对吧 把钱给了外人 估计也挺闹心 我还不参与了吧 像我老公这样子我真是少见 就这样是儿子人少见 我是真佩服了 太佩服了 哎呀妈 文所未文 见所未见 反正是他也不在乎 我就放平心态吧 他愿意给多少给多少 现在是看了 医院也给人家了 房子也给人家 钱也给人家 估计反正是我们也捞着啥了 我们还是自己打拼吧 自己挣钱吧 别指他了 他公共是有点加劲 但是估计 在我有生之年吧 估计是见不到了 好了 我们努力搬砖 加油 回家不咱们一会 气死了 小白菜呀 地里荒芽 哎呀 他现在 就他先喝下这个颜色了 头背这个色 裙子也要想这个色 哎哭了 哈哈哈哈 市长现在在哪 他们俩把这裙子穿走 我也拿一 哈哈哈哈 哎 男的穿这些真好看 真好看 真心好看 真的这个颜色好看 嗯 那颜色好看 这个 这个 他们还在工作 我自己回家了 这办公室拿了两个小榴翅 这是男的他们买的 辣条 还拿了一套衣服 回去拿 哎呦 怎么了 好久没有晚上开车回家了 有点害怕 这干啥呢 回来就脱衣服啊 回家了 他们都好像要睡觉了 准备 今天网 应该没看电视 他们都不会开 咋了 我看大家都非常好奇 我们家楼下为什么没有人来找 嗯 阿姨说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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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家好像隔音特别好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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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住一年多了也没有人来找过 呗 反正楼上也听不到什么声音 还要吃草莓放牙草莓 拆开 草莓整这些盒 好 好 好